針對德國友人在我們輕軌的沿線發現有這個欄杆設置的情形 捷運工程局這邊做一個說明 主要的部分的話我們在輕軌營運的這個初期 我們也積極的宣導我們的民眾不可以闖越我們的軌道板的部分 那這樣子不只是保障我們輕軌的營運 也能夠保護我們情人的安全 但是在我們在宣導的這個部分的過程中 我們有部分的路段還是有民眾闖越的情形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設置一個比較軟性的一個欄杆的部分 比較低壓的欄杆的部分來做一個組隔 這個組隔的部分我們以聯合醫院的這個路段來做一個說明 聯合醫院的話從我們去年的10月5號通車營運之後 那整個的一個違規寵入的情況是蠻多的 那自從我們在設置欄杆之後 這個寵入已經大幅降低了 那甚至在這個月的開單數的話 是沒有開單數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輕軌導入整個我們的一個 大眾的一個通行跟一個運輸的一個系統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民眾比較不習慣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也是呼籲我們的用路人這個部分 盡量的就是我們不要重用我們的一個軌道的一個區域 以維護自身的安全